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起讀 我们讲性别的议题其实讲过蛮多次的 我们在以前说过有一种东西叫做Gender Binary 的一个系统 Binary 就是二位元 也就是说把两性就是两性分成男跟女 就是两个 所以 Binary 二位元 两个性别 但是我们也 cover 过很多人都觉得不应该只有两性 LGBTQIA 这些的 可能有人没性别可能有些性别是处于中间 可能有人换性别还是这些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种两性的二分法是不够正确 以及不够能够涵盖我们日渐宽广的性别的光谱 所以我们可以扯到另外一个词就叫做SPECTRUM 翻译成光谱的概念 我们今天不会去rehash一些太多的前面以前说过的一些东西 虽然说其实再讲一次也没有说不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也不可能回头去一直翻我的影片来看 但是我们从今天要主要切入的角度就是 就是拉丁美洲的人 拉丁美洲裔的以及菲律宾裔的人呢 反正现在多了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GENDER NEUTRAL 就是性别上是中性的一个词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所以不讲一些以前的东西也不可能 因为英文的代名词 HE 男生的他 女生的他 那这个就早就已经被大家觉得不够 因为这也是代表着只有两性 所以就有人生出了一个这个 ZHE 那他就是没有性别的他 所以有人如果不想要被贴一个标签说 你告诉我你贴我一个标签我是男生 贴一个标签我是女生 我不要 请你称我为Z这样子 所以就能够来让我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这个字存在已久 那甚至他也有不同的一些格的发展 我讲的意思是这两个是组格 那他也有所有格受格这些的 我记得所有格好像叫做ZER的意思 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个 因为在台湾这个也没有说多 变得说很prevalent 所以我大概是知道 可是在使用上我根本也还用得很不习惯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使用过 生活在台湾 那我不知道像生活在 我知道多伦多好像已经有人在这样子用了 可能在书信上 进一些广告信 他可能就会用这种 性别中心的方式来称呼收件人 回来这里 刚刚说了有男生的女生的代名词 He跟序 所以这边有一个词叫做Filipino 然后Filipina 这就是菲律宾人的男生跟女生 No是男生那是女生 另外拉丁美洲裔的Latino跟Latina也是一样 左边是男生 右边是女生 所以现在多了两个词 这两个词就表示说 啊 我们可以来表达菲律宾人的中性词 以及拉丁美洲人的中性词 它的用法就是 它的变化就是 在它的背后加一个X 所以 Philippinks 或许是这样念 然后Latino Latina 变成了 Latinks 这样子 呃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两个字 目前为止在文化上的被接受的程度 以及大家对它可能有的看法 所以这里一个报导 VICE的报导 Philippino Philippinks 所以下面 这是一张图片 然后下面就来看 所以在去年9月 2020年9月的时候 Dictionary.com 它就 它就放出了一个最大的update The biggest update to its list of words 有650个new terms 而大部分的这些字 650个字都 Flew under the radar 也就是在 没有被大家雷达侦测到 因为就 是新字 可是可能对我们来说 意义不太大 所以Flew Fly under the radar 的意思就是 没有被大家侦测到 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它 我这边把这个片语打一下 Fly under the radar 这样子 雷达没侦测到 但是有一个呢 却引起了一个激烈的辩论 甚至是重新引起的 reignited ignite是点燃 reignite重新点燃 heated debate 这样子常常走在一起 就是激烈的辩论 heated debate 在菲律宾的social media里面 那这个字就是 Philippines OK 那它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替代方案 alternative to Filipino 跟Philippina 也就是你不要再用 男性跟女性了 它是一个替代方案 Philippines 那这两个的deminum 这个deminum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 它用什么num是什么词的概念 像Symnum是同义词 Acronym是缩写 Antonym是反义词 Deminum就是名词的名词 好 所以这两个是 就是名词拿来称呼那边的人的 所以 它是来给那些living or who have origins in the Philippines 所以住在菲律宾群岛的 或者你原子那边的 While it's intended to promote diversity the word instead sparked arguments about identity,colonialism a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所以虽然说 它的意图是要来 promote diversity 那什么diversity? gender diversity 所以 本来它的意图是要来 提倡性别的这些多元话 promote gender diversity 但是这个字 绝代之的是引发了一些arguments sparked arguments 一些争论 about identity 你的性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身份 所以这个身份不是只有性别的 因为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 它的身份 亦有别 亦有别指 是这个词吗 别有意志 好不管啦 反正要别的意思 看中文好烂 colonialism是殖民主义 以及the power of language 语言的力量 好所以 我们来看 这里是接下来是重点 有一些 或者 就大部分那些 成长在菲律宾的人说 就argue filipino 这个字本身就已经是 gender neutral 的term filipino 我们刚刚不是说 filipino是男生 filipina是女生吗 可是在 菲律宾生长的人 会说 filipino 这个字本身就已经 我刚刚这里有说过 性别中性了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语言 就没有分男女 就像我们的中文 本来也没有 所以我也知道 有些人 我看过一些讨论就是 当我们把 男生的 不是男生的 就是他跟你这个字 你那个字可以女字旁 他这个字可以女字旁 就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出 男女了呢 可是我看过一个 一些流派的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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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中文是没有的 你不要创这些字出来 这是没有必要 这不是中文原本的样貌 所以也有人反对 把这些 你跟他 女性化的 这个字 生出来 那或者我们所信的是 没有 也或者是不信的是 目前还没有人去争论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 性别中性的字 来表示你跟他呢 就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这个时候可能 就会有 我刚刚说的这一派的人 跳出来说 本来中文就是没有分你跟他 就是对不起 应该就是男跟女啊 像我们原本的 人质旁的你跟人质旁的他 就本来就是没有性别的 所以这里再说的 菲律宾的语言 也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说 Filippino这个字 本身就是gender neutral 就像我们的人质旁的你跟他一样 因为 Filippino language itself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genders Differentiate 就做分别 所以菲律宾这个语言 他们用的语言 本身就没有去做性别的分别 跟我们刚刚讲 你跟他一样 另外 Others mostly from the large Filippino diaspora 所以 而同一时间呢 其他人 而这些其他人 大部分来自这个很大的 菲律宾的Diaspora 所以Diaspora 这个词就是 旅外 住在国外的人 OK 所以这些 住在海外的菲律宾人们 说 说这件事情 是有性别歧视的 什么性别歧视 就是 Filippino 这一个没有性别 这个概念 是个歧视的概念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gender neutral 的一个词 就是他这边在讲的 Filippines 所以他说了 你们不用这个字 是性别歧视 所以这是一个hold over from the gender Spanish that influence the country's languages 好 其实不管了 来这句也算了 我们来往下看下去好了 下面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 刚刚有看到这个 不错的一个 一段讲得还不错的 好 其中一个部分 好我们这边看到 这里说的是发音 对不起不是发音 还是讲到这个pronoun的部分 所以本来就已经gender neutral Filippino is used for both men 对不起 这同样一个 来 我这边要讲的其实是 下 这边好了 对 所以在很多菲律宾的人 many Filipinos in the Philippines see Philippines as synonymous with Philippines American 什么鬼 在讲什么 然后你看再说了 even dictionary.com defines Philippines as of or relating to people of Philippines origin or descent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 所以来这边讲 就我们刚刚讲的身份 认同的一个重点 很多住在菲律宾的人认为 你们一定要辨出 Philippines这个字 根本就是你们这些 在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 硬要扯出来的一个字 因为我们本身住在菲律宾的人 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们住在海外才会想那么多 所以他们才说 Philippines这个字 Synonymous就是 同意字 两个字相同意思 所以是跟 在美国的Philippines 是相同意义的 OK 所以甚至连dictionary.com都说了 Philippines就是有关于那些 住在美国的 菲律宾的后代 或者菲律宾人 Philippines origin or descent descent这个字就是后代的意思 我这边也稍微说一下 这个字其实也不是新字 以前应该说过 好 所以特别那些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the US 好 所以 这边就 这个词就 跟着了一个 负面的刻板印象 negative stereotype 那这些stereotype 那这些stereotype就是 这些 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 The Filipino Americans 就像我们有 Taiwanese American Chinese American 这些非裔美籍的人 The Filipino Americans are privileged and unaware of the realities that those in the Philippines face 所以他们都有 有非常的特权 住在美国嘛 你爽爽的 就不知道在菲律宾住的人 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so they are unaware of the realities that those in the Philippines face 他们面临的 They are seen as whitewashed 所以这些住美国的菲律宾人 就被认为是洗白了 这就完全是外面黄 里面白 They are whitewashed and Philippines as their way to further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motherland 所以啊 反正我是菲律宾啊 所以呢 我跟这些 你们这些菲律宾的香巴佬 就不一样 就进一步的 在跟这些菲律宾的 这祖国里面的人做距离 分开距离 so Philippines is their way to further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motherland 所以跟谁保持个距离就是 distance 谁谁谁 from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的X 多半是反正代名词 多半是反正代名词 所以把我自己跟什么东西 画出界限跟距离 so distance myself from什么东西之类 所以 这就讲到刚刚的 这就是identity的问题了 OK 大概听懂齁 那这是菲律宾 那至于latins呢 所以这边另外一个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所以这里说 latins hasn't even caught on among latinos it never will 所以这个文章写的时间 看一下时间大概是 10月24号 12月18号 去年的12月18号 也不过三个月前 三四个月前 所以再说了 latins这个字 还没有变成潮流 hasn't even caught on hasn't even caught on 这个 caught on 就是 呃 就赶上了时代 呃 在这些latino中间 也就是 拉丁美洲裔的人中间 然后他后面讲了一个 他认为的结论 it never will 绝对是不会的 为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latins 这边的问题 这是什么 所以这里的 the term latinx modifying latino and latina to describe people in a gender inclusive way 所以这是一种 描述latino latina 但是是要来描述 人们用一个 在性别上能够很包容的一种方式 gender inclusive way 所以这已经变得是很commonplace 这里再说就很常见 在某些地方了 in some quarters 那反对的人呢 就 呃 会说怎样 然后信 这边讲都是academic paper 甚至有work place slack chat 什么这些的 反正就是 很多人会用 那这些 liberal politician 会用它 liberal就是左派 所以左派政治的人会用它 civil rights litigators use it 这民权律师 民权 就在民权的告诉里面 也会使用它 social scientists use it 所以社会的 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会用它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experts like Anthony Fossey uses it 所以这就公共卫生的专家 也会用它 你看这都是一些 怕得罪的人的人 怕得罪人的人会用它 甚至这个 Marian Marian Webster 对不起 Marian Webster Marian Webster 我很喜欢用的一个维斯字典 把它加在它的字典里面 2018年就加进去了 但这个label has not won white adoption among the 61 million people of Latin American descent living in the US 所以这个还没有得到很广泛的这个 adoption 就大家被采用 adoption 所以这个 adoption 就被采用 不见得真的只是领养的意思 就没有得到采用among 6100万的这个 拉丁美裔住在美国的 61 million people of Latin American descent living in the US 所以只有大概 one in four latinos 在美国 是习惯这个term 或者熟悉这个term one in four 四个里面只有一个 也就是只有一个quarter 这样子 好那 下面讲了一些 呃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一下 主要就是 很难念说真的 ok 所以这边说了 the opposition to latinx is often cordidium cordidium就是发音上 或者cordidium 我记得是微小的还是什么之类 我都很快找一下好了 因为我 希望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 我记得有上面找到过 可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所以你看 我也有一些词是 常 常常 就是你看到一次 你不会记得 所以你看到三次以上 可能你还都会有点印象 所以 我也会有生智 所以 如果说在 学习英文同学 你就可以知道 连老师都有 不认识的字 很正常的 那这个翻译翻了 乱七八糟 古里迪安 是什么鬼啊 好 这边的意思是 好 司空见惯的 天天发生的事 所以它跟everyday 两个字走在一起 就是像米饭是我们日常的饮食 so rice is our everyday food 之类的 那这个 quotidian quotidian 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意思 alright 所以 所以 it's often quotidian quotidian 对不起 所以 反对latinx 这个字的用法呢 其实是 很 quotidian 的 也后面来解释 这个x is hard to say in Spanish 所以 这就是在日常使用上的一个原因来反对它 日常使用的原因就是念不出来嘛 所以后面的x呢 在西班牙文是很难发得出来的 例如说它的 复数的变化 像如果你要latinx加一个s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latinxs 或者如果你称一个人像amigo amigo 就是成年好朋友 amigo 那个狗变成x 就变成amigx 是 还要复数的话 so what the heck right 所以这个impossible to pronounce 所以在实用上 加这个x 这样不行 那 另外又讲到的是 如果说今天 有另外一个词 像 它叫做 后来我们看到 就男生女生的变化 还有el跟ella的这个变化 这其实我并不熟 只是我大概有概念 所以男生女生的 因为拉蒂米说这个 就西班牙文这个语言 本身就有性别之分嘛 所以男生女生好像el跟ella的这个 这种代名词的 或者甚至那个article article就是那个贯词的部分 好 那这个也没办法做变化 所以那何必呢 那然后在这边下面看到也是 还有 就是像例如说 我一直有记得 呀没错 这里有另外一个 所以 latin的前面 然后再用e做结尾 所以我们看到有 刚才是latins latino latina latins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词就是 L-I-T-I-N E 就用一个e做结尾 那你看到这边的发音是 L-I-T-I-N-E L-I-T-I-N-E 所以不是L-I-T-I-N-A 是L-I-T-I-N-E 那L-I-T-I-N-E的话 就好像还不错 因为听起来就比较不 awkward 所以 not only does it sound much less awkward in Spanish L-I-T-I-N-E L-I-T-I-N-E 但是而且这个 e的结尾也可以放在其他的词上 这样子 那当然这里我其实并没有说看得很懂 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 所以总之就是说 L-I-T-I-N-E 这个词啊 就实在是 你不会 没有办法 popularize 因为大家就真的是不喜欢用 那用起来不太是不OK 發不出来啊 什么这些各种问题 好 所以 讲到这里 大概内容上差不多了 所以 希望你就可以知道 在英文的世界发生了这样的 很多这种变化 所以 那还好我们中文的语言里面是没有 分这样的性别 我必须要强调 还好或者是很不好 因为或许 就真的有人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也要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因为 因为说真的我们的你跟他 这两个字真的 用人来说的话 因为人本身没有性别嘛 所以我们的你跟他真的可以被认为是 没有性别的区分的 那所以 这真的是我们的语言的一个 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OK 所以今天啦啦杂杂讲这些 希望 这个东西是对你有用的 或者是 能够至少拓开 拓展一些你的视野的 所以我们再把刚刚的一些词 很快走就好了 所以Gender Binary 就是我们把性别分成两个 只有两种 Gender Binary 两位的 两位数的 两位元的 那这个Gender Spectrum 就是我们讲刚刚的一个光谱的概念 所以 或许男跟女是在最左跟最右吗 我也不知道 那Gender Neutral 常看到就是性别上是中立的 所以 没有偏男偏女 所以 没有去分它的分别是什么 那像这个 代名词 he跟she 男生女生 多了一个 zhe 我都想找找看 看能不能把这一整个也找出来给你看好了 所以zhe 找不出一大堆的这个什么 其他的东西 那我看zhe加一个zir好了 好 酷 ok alright 所以我刚刚可能还打错了呢 对 所以这边 呃 这边一个中文的报导看一下 所以 其实好像 是 z1 而不是zhe 对 ok 所以 新创了字 所以 这边你看我就犯了一个小错 所以这里其实是z1 而不是zhe 我这个好像要跑掉了 真是 好 所以这边有z1 然后呢 zir 刚刚有写对 ok 所以他的发音是zir 就很像beer一样的发音 ok 只有这两个 没有受词喔 ok 好 如果没有受词那就算了 没关系 好 那你看有影片 来介绍这个东西 好像有啦 z1 z1 x1 oh my god h i r self holy shit x1 m 超多的 或许我们时间上的长度真的够了 我们就不 这个兔子洞还蛮深的齁 你要挖的话自己去挖好了 老师开个门 先你自己走进去 把这个路走完 好啦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真的够了 我是Paul 我们礼拜三见